8月29日于01年谱出一段姐弟恋的龚树良 在香港举行个人音乐会大展歌后 但鼓手出师的他却因为早前左手手腕受伤 而难以一盏所长 只能弹吉他弥补歌迷 因为我早前 早前国以整身的左手的手腕 那就 以为是裂骨 但我就其实不是 但是害怕一害怕 现在就好多很多 所以打多鼓 但打不到一场的show 现在就投下落 今天会弹吉他 而他弄伤手腕的过程 更让人大跌引进 工作两年太不小心了 投下落 今天会弹吉他 你在电视上摇摇摇摇摇摇 就越摇越落了 然后你向后披摇 不是向前 向后你这样摇了下去 然后又听到啪一声 哎死了 死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 因为我很害怕 比如手指 十指痛归心 这些东西不是说玩 如果裂骨 就真的好大 要做手术 跳X-ray 跳X-ray 暂时 我还打到鼓 现在 之前我这样一定 握不住了 一定握不住 现在都可以 本次演唱会 那些 我去不到这个机 但是叫他来 有没有问题 啊 他应该会来的 挂 挂 不知道呢 找他上台一起 jam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叫我上 那样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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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